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说起珍贵生物的时候 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我国的大熊猫 因为大熊猫数量非常稀少 据统计 全世界野生大熊猫数量仅为1600只左右 虽说中的动物稀有 但是比其他的数量来说可是不少了 目前全世界最稀有的大型猛兽巴巴里狮子的数量不过100头左右 仅为熊猫的16分之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狮子总类早在100年前就已经野外灭绝了 如今史上存在的人工赛的巴巴里狮 也仅剩数十只了 在20世纪时世界上就已经没有纯种的巴巴里狮 在古罗马帝国的斗兽场里 这些巴巴里狮就被用来与人类厮杀搏斗 整个过程极其血腥 为之付出生命的人类数不胜数 而死掉巴巴里狮也有超过400头 除了少量的皮马和骨骼散落在欧洲的博物馆里 野外的巴巴里狮似乎已经永远消失了 而人工饲养的巴巴里狮并不是纯种血统的 现在只有欧洲有少于40只饲养的巴巴里狮 全球则少于100只 其中40只被饲养在欧洲 虽然这些人工饲养的巴巴里狮子 外貌宜然雄伟 但谁相比他们的祖先 早已经丧失了彪汉和血性 对此就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